北京时间8月1日消息 上海申花官方宣布 球队外援罗梅罗离队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申花今下离队的第二位外援 此前 瓜林已经告别申花 不过 申花现在外援储备是兵强马装 早已经不需要瓜林和罗梅罗了 申花官方写道 坐骑奥斯卡罗梅罗将于今晚离开上海 开启新的征程 罗梅罗自2018年1月加盟申花以来 迄今为止 共代表申花在喷 把有各项赛事中出场28场 打入5球 罗梅罗在场上兢兢业业 不惜体力的比赛态度 林千亮让我们印象深刻 道一声感谢 祝愿他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顺利 但客观来说 罗梅罗在中超轮围了水货 2015年 罗梅罗加盟阿根廷竞技俱乐部 总计出场44次 为球队打入巴黎进球 送出9次助攻 加盟申花之前 罗梅罗在西甲踢球 代表阿拉维斯出场17次 但在中超一年半时间 罗梅罗没能证明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下每周杯 罗梅罗还代表巴拉圭出战了 但本赛季 罗梅罗为上海申花出场9次 仅仅贡献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 在金辛玉 沙拉维等大牌来头后 罗梅罗离队城必然 毕竟 金辛玉早已经征服了中超 而沙拉维还等待着出场 此外 申花还有超级攻击手伊哈洛 在申花阵容中 完全不需要表现一般的 巴拉圭外援罗梅罗 据悉 罗梅罗的下一战是阿根廷联赛 这个夏天 申花送走了两位外援 过往 瓜林和罗梅罗的到来都是备受期待 但最终都是黯然离开 因此 在外援的选择上 申花需要汲取教训 毕竟 特维斯这样的例子 更是沦为了中国足坛的笑话